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很多 plot我们一般讲电视 电影里面的情节 plot 它的情节或戏剧的情节 它的剧情 可是呢 它在有些地方它可以当绘图 画图绘制 但是plot又不是一般的画图 我们一般的画水彩画油画不是 而是专业的制图 plot at a general我们一般讲修会 大法院开庭 有时候修会 或者是国会 正式的会议立法院 美国国会修会 可它也可以当动词 因为修会一般是adjourn 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 那它动词也可以变成 移往另外一个地方 往另外一个地方 那通常呢就是 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 通常这个用的比较多 然后address 地址很简单 名词动词都可以 可是它也可以是演说 也是名词动词都可以是演说 演讲 美国总统发表 国会演说 就职演说 address 正式的演说 那通常address是比较是 做官的 官方的 大官 比较多 当你说一般大亨 或者去演讲 address 也可以 一般是讲大官 balance 一般讲平衡 也可以讲 平衡名词动词都可以 也可以当那个 也可以当名词的称 我们说天平称 来称东西 称有很多英文字都可以表示 可是呢 它另外一个可以当名词 就是余额 就是你的银行里面 钱剩多少钱 余额就剩多少钱 你就看那个 最下面那一行 最右边那边 看到底剩多少钱 你可能是提款 有一笔 或者存款有一笔 右边有一个 剩多少钱 剩台币 58万 1000多万 一般 有钱人 他也不会有多少亿在里面 有钱人 你不要想象中 他的银行户头里面 随时都有几十亿 不是 一般就是有个 1000多万就不错了 一般就几百万就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 他钱在股票 在房地产 或者在债券 或者其他地方 就是他大概 银行户头 留个一两千万 非常够用就可以了 他真正要花大的 他去卖股票 那房地产是不会 不会随便卖了 可能卖债券 或怎么样 就是有钱人理财 方法很多 可是现金不会 不会白很多 那我们看看这个 packet 它名词 它的意思是 a large sum of money a large sum of money 一大笔钱 packet 因为我们一般讲 一捆捆嘛 包裹 那钱呢 一捆一捆 一定很多嘛 the count group acquired a packet from scam account什么意思 CON是不打错了 不是cum 就是诈骗 骗者 那你说诈骗集团 也可以cum the count 这一个诈骗集团 那不管他一个人 或一票了 就诈骗集团 cum这个字 美国人常用 我们一般就 不太知道这个字 诈骗集团呢 cum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因为很多英文呢 它名词自然就变形容词 两个名词叠在一起 前面就自然变形容词 可是文法上 它还是名词 只是做 做这个形容词的使用 诈骗集团 acquired 就得到 acquired 得到 跟get 那些一大堆的得到 acquired通常是 就是花脑筋啊 花体力啊 就是费了一番心思以后呢 就acquired get 那get 就一般性 也许很简单 也许困难 不一定 acquired就是 不是很轻松得到 因为诈骗集团嘛 它要骗嘛 它要花资本嘛 花钱嘛 金光档嘛 它先 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嘛 诈骗集团 打很多电话 心在喊话等等 所以acquired这个字 是费尽心思 花了一番苦心 才得到 比如说 I acquired good English 那就是说 我花了很多时间 才得到的 而不是随便 三两下就得到 A packet 得到了一大笔钱 from scam scam就是诈骑 欺骗 scam 所以诈骑集团是 cum 欺骗 是scam the count group acquired packet from scam 那plot 一般是make a map 一般是情节 那我们这边是 一字多译 它是make a map or plan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说 它画图 画地图 主要是地图 不是我们一般 水彩画油画 它咱们只画地图 那plot 当然你画航海图 也可以 or plan 或制定一个计划 所以它除了绘制以外 我们中文没写出来 它也可以制定一个计划 原来是情节 就制定一个情节动词 所以画 绘制专业的地图也可以 或者是 制定一个计划 也可以 before departure 在出发之前 departure出发 you had better plot the cores of our ship 你最好呢 画什么地图呢 the core 我们就是路线 of course 我们讲of course 当然的 of course 也可以当一堂课 也可以当路线 这意思很多 就是 你要画这个 我们船的航行图 航海图 这就是绘制 绘制地图 当然我们也可以 照别的例句 制作一个 设定一个计划 想好一个计划 也可以 before departure you had better plot the cores of our ship at adjourned 通常是修会 那意思多语 它另外一个 go to another place 到另外一个地方 after dinner they adjourned to the drawing room after dinner they adjourned to the drawing room drawing就不是 draw 也是很多意思了 你说画图 你说把东西拔出来 西部片拔枪 甚至平手 打平 它意思很多 那这边 你不要说 它是一个画图式 绘画式 不是 drawing room 就是一个客厅 就像living room一样 比较有钱的家里面 它有很多厅 大客厅 小客厅 活动的 还有这个休息室 去那边聊个天 喝一杯酒 抽个雪茄 等等 晚餐以后 它进到客厅 after dinner they adjourned to the drawing room the address 一般地址 那这边是 a formal speech a formal speech 一个很正式的 formal 正式的一个 演讲 speech 就是演说 我们看 the average American president gives a worldwide address 要你的address address 我们一般你address before his inauguration 每一个美国总统 都会 都会给那个 那这边其实就不用s了 就用gib就可以 每一个 还是加s 每一个 它还是单数的观念 每一个美国总统呢 就强调 每一个 强调一个 每一个总统都会给一个 全球的一个 演说 这是他的 Inauguration 就是 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 the average American president gives a worldwide address before his inauguration 那余额就是 账户 升多少钱 但他 一般是讲平衡 我们这边是讲余额 the amount of money 这个 钱的数目 Invest bank account 银行的账户 Account 看来也是意思很多 也可以说明 可以当动词 动词说明 Account 也可以当原因 也可以当 户头 账户 所以英文 这个意思都会乱跑 the amount of money Invest bank account 我们看例句 You better check the balance of your checking account 你最好呢 had better 后面加原型动词 你最好去检查一下 查一下 去刷刷卡 the balance 它的平衡 我们不能讲平衡 就叫余额 你的checking account checking 就是checking account 我们也是讲银行账户 一般是讲bank account 讲checking account 也可以 You better check the balance of your checking account 所以我们这边又学 就把英文学活一点 学通一点 把那个单字 因为单字是英文 最基本的元素 除了字母以外 所以单字 它一直一直会跑 所以我们英文 学得好的话 就像如来佛 就是把这个英文 单字像孙悟空 气所要变 憋不住手掌心 所以美国人呢 就是一般程度好一点 高中以上 一直到大学研究所 因为他那个 一方面他母语 一方面他那个 学了很多年 就自然 他在自然的环境当中 所以这些对他来讲 问题就不大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 那很多老外 其实美国人 英国人 其实他英文程度也不好 也不一定 你不要说老外 就一定好 不一定 就像你说台湾 中国大陆 有的人中文就很好 有的人中文 也常写说字 不是 对老外来讲 不是每一个 黄种人 中文都好 就是中国人 台湾人 不一定 那老外也是 那当然了 他搞不好是欧洲人 他搞不好法国人 意大利 他英文很烂 根本不会讲 那你就算是英国 美国 那也不一定 你乡下人 没有受过教育 那也不一定 所以有的人说 找那个 只要是老外 来教英文 欢迎金毛石王 那你要看 最好是美国 英国 或者加拿大都可以 但你找一个 法国人 意大利人 他也不一定好 就算是美国 英国 那他也不一定 来看看他学历 大学以上 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之后把这个 例句念一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熟悉一下 这一次多艺 诈骗集团 捞了一大笔钱 The Khan Group acquired a packet from Scam The Khan Group acquired a packet from Scam 绘制地图 或者拟定一个计划 在出发前 你最好画好 航海图 Before Departure You had better plot the course of a ship Before Departure You had better plot the course of a ship 那移居呢 就到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晚餐 这边应该晚餐后了 我们打着 晚餐后 晚餐后 他进到客厅 他转移到客厅 继续聊天 走个学家 喝个酒 或者看个电视 等等 听个音乐 After dinner they adjourned to the drawing room After dinner they adjourned to the drawing room 那演说呢 每一位总统 美国总统 都会发表 全球就职演说 Every American President gives a worldwide address before his inauguration 整天adress 都可以 Every American President gives a worldwide address from his inauguration Balance 银行 你的户头 或邮局 等等 户头的余额 剩多少钱 You had better check the balance of your checking account You had better check the balance of your checking account 那我们就学到了 五个字的 这个 一字多译 这一集讲到这里